字幕提供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 ARVIS視覺化自動駕駛車的資料 ARVIS的全名又叫 Robo Visualization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感測器就是一堆素質 我們如果可以變成一些影像 人会比较视觉化它 人会比较好判读 另外就是当我们在进行演算法开发 其实不会就在机器的旁边 于是我们通常会把这些感测器资料去收集 接着去再进行后续的分析或回放 那我们接下来 那我们就我先展示一下要做的事情 我们会把这些资料入在一个像带子的东西 于是叫它RawSpec 那去放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3D的光达的点 或者是影像 那怎么做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 写在同一篇底下 我们要使用的资料集叫做Kitty Dataset Kitty Dataset是一个KIT大学开源的 自动驾驶车的资料集 里面有很多的 比如说双眼视觉的摄影机 或是光流 或者是视觉里程记的资料 IMU的资料 那我们去点RawData这个 那去下载 在2010926底下001这个400MB的Sync Rectified Data 跟Calibration Data 那你下载完以后呢 你会得到两个档案 这两个档案呢 我是放在工作目录底下 有一个Data的资料夹 然后有一个叫Kitty Kitty底下你下载完了 然后去建一个RawData 那你把你下载的资料呢 去放在哪里呢 你下载完是这两个资料夹 按解压缩以后 这个Drive001Sync 里面一个09110926 你就直接把它拖出来 放到这里下 就放到这里下 对 然后接着呢 再进去这一层 这三个档案 你是从刚刚的Calibration 里面去复制出来 再贴上去 就这样 就准备好我们的 准备好我们的资料 接下来做的事情呢 就是照着上面打 我们使用一个KittyTootback的这个 套件 它会帮我们把Kitty的Dataset 变成RawSpec的形式 那你要安装的话呢 就是打PIP installKittyTootback 这个因为我已经装好了 那你要去再把 Dataset转换成RawSpec呢 你就进到你的 你刚刚那一层目录底下 哪一层目录就是 DataKittyRawData底下 你去执行 KittyToBack 然后后面这一排 记得后面有一个点 它就会去产生一个叫做Kitty这个点Back 它就是一个可以被Play的 所以就一个RawSpec了 那我们要去回放它呢 就是打RawSpecPlay 然后Clark 然后再把这个Back 为了要看到它这个图呢 我们会点开RVIZ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RV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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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个 就打RVIZ 一按到Source Setup.batch 然后那个RVIZ以后 打开RVIZ呢 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个 格子图 点状格子 那这边有一些东西 我们先放一次 然后你就会左边按Add 然后右边这个ByTopic 你会看到有Kitty的PointCloud2 Kitty这里PointCloud 另一个是我自己写的 这个PointCloudValentine 好点 他说我们没有 他有一个错误是说 没有Fram Map 没有存在 那我们就给他这个座标变成 在Link 就可以看到 点缘的图 那你甚至可以去改他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把这改成粗一点 改成0.5 再放一次 好 好 那你要看到相机呢 同样的也是在Add 然后ByTopic Kitty底下 比如说我们看的是 右相机的Image 那新增在底下 这放完了 再放一次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去视觉化 自动驾驶车的资料 这一集要讲的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